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 出三次七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愉言 融入你的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在下延祖表深山前们 留在这样的地鯼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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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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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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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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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说 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别人不管是在名声上 地位上 有了什么样的功德 始终都是随喜他 始终都这样随喜的话 那实际上对自己来讲 在即生当中没有任何损害 比如说有两位上师或者是有两位道友的话 那么别人有智慧 有财产 有地位 在那个时候 你就心里速速地争取这个随喜之心啊 就很高兴啊 现在他拥有了 如实如实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的功德 对你来讲是即生当中一点损害 就是一死一毫的损害 也是没有的 一点损害也是没有 来世也 来世这个 对这个来世的话 因为发了这样的心 发了这样的利潭心过后 那么来世真生死色 暂时不夺恶趣 转生到人天之趣 究竟能获得圆满的这种正确过 所以有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 因此我们随时都是应该 想着别人的这种快乐 对啊 心里面没有嫉妒心 没有成生性的话 他遇到什么样的 真的过得很快乐的 这个内容翻过来说 凡之阴尘苦 翻过来说是 别人生起来这样功德的时候 而自己心里面不能随喜 反而对他生嗔恨心 生嫉妒心 生一些讨厌之心 这种心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 也一定会是非常的痛苦 始终都是出于一种痛苦当中 感谢观看 完美 这种事是非常痛苦的 使否 这种的图法的作为 使得更多组合 全院责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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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讲了几种说话的一些特点 本来我们跟其他的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通达语言的一些技巧 如果你没有通达语言的这种技巧和方便方法的话 那就平时很容易的事情就会变成特别麻烦的事了 就孟弗仁波切也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心理和一些缘处的话 并不是用身体和心来制造的 而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制造的 我们大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 也是只依靠这个语言来 就是他的很多关系也是语言来形成的 然后消致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就简单的一些事情的话 也是这个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就是说出言当义成 那么我们不管是跟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首先自己说出来的话 就是一定要尽量地想办法复合对方的心意 这的信任 为什么呢 我们说什么话呢 就是别人如果一点信任没有 然后一点兴趣都应不上来的话 那我说半天是白说了 没有必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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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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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移民与相关 那么你与任何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你所表达出来的语言 一定要主体显明 中心突出 然后你说了半天 实际上到底在说什么 这也是不清楚 别人也是搞不清楚 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 有时候动说一句 有时候细说一句 有时候好像到底在说什么道理啊 听了半天也是根本不了解 到底他在调达什么 然后语言要观念 不管是从他的意义上 他的词句语调 音调等各方面必须要观念 所以我们做法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太离谱 脱戒 这样以后对世人也没有帮助 然后这样愿意力坛成 愿意力坛成的话 我们说法让别人应该生起欢喜心 应该用法的内心 从慈悲心 爱心当中发出来的 就像母亲对儿子说出的语言一样的 应该以对别人的关爱 亲切 很温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 这样以后的话 别人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否则的话好像我们有些人 也许可能心里也是这样的 然后一说起来的话 大家都觉得是很讨厌的 很刺耳的 好像在吵架一样 骂人一样的 到底在说什么呀 一点都是不愿意听下去的 这种语言实际上我们也是 没有懂得语言的一些窍诀 谢谢应该看 也谢谢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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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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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远离叹诚 在说话过程当中 就像佛陀在《诗地经》 有关《法剧经》 有关《经典》当中也说了 比如说讲《不识语》、《除语》、《亡语》等等 要远离六十四种语构 六十四种语构的这种话 对别人也是应该有得利益的 一般来说我们遇到了一个修行好的人 有信心、有智慧、有慈悲心 这样的人与他短暂的时间当中的交往 可能一辈子都是不会忘的 就原来这个人说出这么一个 非常完整动品的语言 而且里面的意义也是极为丰富的 对自己、对他人、乃至自己的意义 所以整个众生还是有着记忆 觉得这个记忆有价值 下面讲的是如何超适中 那么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一些如何的语言 其实真的有些人 有语言辩才的人 他说话 他心里所想的内容 完全都是通过非常完整 通过非常完美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的 就根本不用伤别人的心 也不用害别人的这种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能够通 《信用书》当中也是说了三种语言 就是像蜂蜜一般的非常好的美语 然后像鲜花一般的这种诗语 就是正式语言的 还有一种语言就像不禁非一样的 就是恶语 妄语 但我们终生应该宣词第一个 就应该不伤害任何众生的心 然后自己所表达的问题 完全也是能道出来的 像这样的语言来说服别人 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说一些 如何文艳分实的一些语言来表达 然后后面朝四种 说话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话的声音也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然后速度也不能降得太快 也不能降得太满 然后说话的内容 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不能太啰嗦了 降得太多 也不能降得太累了 因此我们语言应该按照大乘佛法的要求 跟任何人交往 不管是传法还是平时的一些沟通 应该有这方面的技巧 或者说这方面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大家 请多么 一下 请不吝点赞 就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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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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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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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